應該還有一個比較有效率的看法 來 我大概知道你往哪一個方向 你的方向可能是沒有錯的 但是有一個比較有效率的方法 來聽看看 屏幕不是給你 x 平方加 x 減二等於零對不對 然後你會看他要問的是這個東西 有沒有覺得 題目給的條件跟他問的東西哪裡長得很像 前半段沒有錯 這裡是不是一樣 那我就會想說我把這個減二移過去 我是不是就可以知道 x 平方加 x 等於 2 那這個東西就可以直接帶進來這裡 欸 看一下喔 2是不是直接就可以取代他 所以我是不是就是 2 加 5 括號平方減掉 2 去乘以 2 加 5 再加 3 答案就出來了 減不減答 71 平方 49 然後 2 加 5 是 7 所以 32 是不是減14 再加 3 所以減12 是不是 37 這樣很簡單吧 好 那就把這邊寫一下 這邊這一題給你們回去當公司寫好了 第18題 先把11題寫完 然後我要講一點點那個多項式的成法 好了嗎 好的話就翻到剛剛抄筆記的地方 我們來寫一下那個多項式的成法 然後禮拜四 禮拜五我們來教教主寫 好 那剩下的時間呢 我們來 講一下 成法 那要請你們抄筆記的成法 那要請你們抄一下喔 成法 欸 這一份後面有沒有成法 沒有 是不是只有加減 好 沒關係 成法我寫一下 看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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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谢谢观看 好 讲完这个 就准备下课 好 我来看一下 多项式的乘法 我把它区分成三类 就是单项乘单项跟单项乘多项 跟多项乘多项 好 那来看一下 你们先屏蔽 我先讲好吗 然后等一下呢 就让你们好好的操 来 单项乘单项 请大家起来一下 看这边 这里呢 请看一下 这个啊 有文字又有数字 如果你要去做乘数的时候 要怎么做 做乘法 诅法还没讲到 做乘法有什么怎么做 你就最简单的就是数字乘数字 然后呢 数字乘数字是不是等6 对不对 那文字这里 箱乘 请问它的底数是不是都是X 箱乘指数箱 加 来 这个是X的一方 这个是二方 1加2是多少 3 所以是6X三方 这样有没有问题 你就记住 细数乘细数 应该在旁边写 细数乘细数 然后文字的 就用指数强加 可以吗 可以吗 奇数乘以奇数 然后文字就用指数相加 如果是相乘 指数就是相加 OK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单相对多相的 单相对多相呢 就请你用分配率 乘进去 来 看这边哦 2X乘以3X 数字乘数字 所以是6 对不对 X乘以X是一方一方 相乘指数相加 所以会变X几方 2 没错 好 再来看这里 不要记得写哦 2X乘以-2 是不是数字乘数字 所以是-4X 因为X没有跟这里有X相乘 所以就是直接检视 就是 这样有没有问题 先写到这边 好 把它写起来 好的话 我们来看多相乘多相 多相乘多相就沿用刚刚的方法 来看一下这边哦 分配率2X乘以3X 来 数字乘数字 文字跟文字是不是相乘指数相加 1加1是不是等于X二方 好 再来2X乘以-2 是不是等于-4X 好 再来-1乘以3 是不是-3X -1乘以-2 负负得正 所以是加2 可以吗 再讲一次哦 -1乘以这个3X 是不是就是-3X 因为-1乘以3 不就是-3X 还没完 这里还记不记得同类相要怎样 这个叫做同类相 都是以4方的请你要合并吗 所以这里多了一个部队 叫做同类相合并 没错 父亲同类相合并 合并 所以6X乘以-7X加2 才是他的完整答案 有没有问题